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台湾频道 我是兔兔 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马来西亚男神 对 再见 大家好 不是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 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男神的部分 因为大家其实都有很深入的东西 大家知道 知道我发心书啦 耶 没错 是不是 明界之地 没错 这是男神的脸蛋啊 外在 所以外在之后我们今天要聊一个 内心的东西 对 更深入的 是的 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发这本书 真的吗 对 我是因为学了这个东西 了解了自己之后 我才有这个启发想做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就要来跟大家谈是什么事情 就是人类图 我们先做一个初步的介绍 就是人类图是四类人 那我们就是分类这四类 我们今天就是讨论这四类 那我们有 第一个就是显示者 再来是投射者 生产者 跟白衣者 我们今天就用自己针对这四类来进行讨论 这样子 好 压力好大喔 真的 没有啊 那你们知道我是什么者吗 真的 我是按进去你IG 然后你就直接写说 写说 我是显示者 我是依珊的情绪权威显示者 好 你真的太高了 你是讲的显示者 没有 因为他没有 你们是三五 我们是三五 但是显示者我必须说 就是 我们其实没有遇到 第一位遇到就是 真人的情绪 真的吗 真人的 可是我身边很多投射者 我们身边很多投射者 可是书里面讲说 投射者其实没那么多的时候 我还怀疑想说 怎么会 百分之二十啊 随便丢到一个人 他都是投射者 因为我们第一次拿到这个测验的时候 然后就有人交通称 然后测验的全部都是投射者 然后那人也觉得很奇怪 他说大部分测出来都是散散者啊 那时候我们想说 是不是测验有问题 哈哈 然后还在怀疑 不知道为什么身边都是投射者这样 因为 因为时常你们是互相吸引 我觉得是有那么难的 我们后来有这样 对 而且我身边有很多 那个显示者 可是显示者应该跟投射者比较 我们很喜欢投射者 因为我们的事情 投射者可以帮我们领导 可以讲为什么 因为投射者本来就是一个领导者 或者是带领大家往前走的人 所以我们其实只能够发起 那你们就等待邀请 那我们发起之后 你们就可以把他发扬光大 来 问题就来了 你知道问题 是什么 问题就是我们身边没有显示者 就没有人可以对我们提出邀请 所以我们今天就接下了这个 对 讨论 所以我们接上了邀请 可是这里是我们很痛苦的地方 就是投射者的苦涩就是 就是会 你们会常常在发起的时候 得到苦涩的感觉吗 对 很常 就是撞墙的感觉 很常撞墙 从小到从小撞到大 而且最夸张的是 明明身边人都知道 就是长久经验来看 你说的通常都 有一定很高的概率会成真 就是他们觉得你的 这个路径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也都知道 但是每一次 你在提出新的想法的时候 被打枪 嗯 这是很难免的 嗯 因为他们觉得你们 你们就是 就太快了 对 有一点 可是我后来有发觉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去 有时候我在群体里面 我可能会去巴着一个人 我认为他说话具有 幸福力 然后会把我的想法高兴他 嗯 然后他如果认了的话 他就会 就是叫大家一起做 然后他发起整件事情之后 我再去解误的话 就会 这件事情就会变得 这很聪明啊 对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 你讲到是不是大家都会听 就是你 你说我们一起去干嘛 大家都会 不一定吧 蛤真的吗 我才不相信 应该会是吧 我也比较少要做这件事情 嗯 除非我真的很想要做 嗯 比如写真集吗 对 比如说我想要发写真集 那他们公司 就是公司他们就会想说 好那你做 嗯 好好 好羡慕 真的有什么 有什么好羡慕的 我们很多时候也很痛苦啊 有什么痛苦的点 就是我们的想法 很多人都听不懂啊 也是 因为我们 那如果你看投射者讲 反而会比较容易 那大家都会一起理解 对 对对对 因为投射者就是个聪明的舞蹈 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等待你的邀请 真的 所以我今天就邀请来上这个节目 真的 我终于等到 好感动 觉得被理解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确定 就是我们体力 真的逼得很好 我不知道你身边的投射者是怎么样 都是啊 很容易累啊 很容易累啊 就是 而且只要旁边有生产者 你们就防吸他们的那个能量 我们快吸怎么吸 就是拿吸管吸 蛤 我以为是叫生产者就是 我发现生产者很 很有热心 他们会觉得很OK 今天帮大家服务室 是啊 他们很开心 他们会自己站起来拿餐具 然后自己站起来 他觉得都 他们是玩好备具 他们能力非常有的 对 体力充沛 对 我们两个很夸张的是 过一个马路 像台北市很多那种马路很大 很长 例如说 你要横跨一个中校的东路好了 我们两个就会觉得好累 我们就会希望车子真的直接停在门口 不然我们过一个马路 要过一个马路 他都说奇怪的笑容 你们也太懒了 好 你讲 我们很常被误会的点就是太懒了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只是体力不够啊 你们是体力不够啊 所以你们要早点睡觉 不要熬夜 我觉得今天也会被看得太透彻了 你们可以找一个车身上的 有 所以是我觉得理解 我的理解上来说就是同样都是深蓝者 显示深蓝者会比较有想法 感觉好像比较聪明 感觉 他们跑的 他们讲话很快 他们很快速度很快 对 感觉上是 但不一定是决策会那么完美 可是我其实还想要多多了解那个显示者耶 我对显示者真的很好吃 因为很多人类图相关的资料都说 显示者一直都会是比较像是 整个世界上的领袖 那是以前啊 你们投射者是未来的领导者 可是我们现在好浮色 对对对对 就是还没到那个我们的时代 我们一直在 我们其实一直在蹲在 对 比较好奇的是 就是显示者就是你刚刚说 写真集也是因为人类图给的起法 对啊 就是关联是什么 我其实不太理解 因为我学了人类图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是一三人 就是从错误中学习 每个人其实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 但我的阶段可能比别人来的更不一样 我可能受到的挫折跟错误会更多 我来台湾也是因为我想要挑战自己 因为我头脑可能说我不要 只是我身体 好我要去了 就拿了行李就来了 每个阶段我都在尝试 就是断裂再开始 断裂再开始 因为我们三个人很喜欢 就是习惯断裂 因为我是身体是三的 你们是头脑是三的 你们思维 就可能开始 这个东西做完就丢掉 然后这个也是新的 一直从错误中学习 好刺激哦 只要去接受它 其实我们可以过得更好 嗯 对 所以我才会出这本书 然后因为我这本书里面有很多造型 十几个造型 有中性的 有阳刚的 有偶像的 就是让大家看到每个蜕变的感觉 哦 有耶 我从黑暗 非常黑暗的自己 然后蜕变成一个 中性的这样子 因为中性可能在 那个时候 就是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模糊地说 到底自己喜欢男生的喜欢 为什么男生会喜欢 家照顾我 那种奇奇怪怪的感觉会出来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 没有 就是我会 我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 但是现在回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 这就是我的自己 嗯 我想到说 可是我觉得这种想法 好像有 四三的人可能都会有 都会有 都会有 我们非常听得懂 你看我讲你们都听得懂 只要如果别人 可能因为 就你是这样就这样 他可能会 你怎么会怀疑自己 你有什么好想的 有一个想法 我推翻 我喜欢变这个就变这个 对我喜欢变这个 对啊 就是他们听不懂 我觉得 原来很厉害的地方啊 可是我觉得 我要查一句话 我觉得今天跟 夏剑聊了这些之后 我觉得有一点 我为什么聊到一半 会有这种想哭的感觉 为什么 这种事情你很难用说的 去说出来 可是你会觉得说 他就是理解你的意思 对 你一定要千言万语 人家不懂就是不懂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故事就是这样 其实每一个过程 对你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而且你就是今天有了第一个阶段 退遍到第二个阶段 然后第三个阶段 所以其实每一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不然你他是国小生 国中生 高中生 大学生好不好 珍惜你的时光 每一个moment 每一个moment都是成就未来的地方 对啊 不管是错误或者是受伤的 我觉得他都是你的养分 真的 你很讨厌这种姿态 对不对 不会我不会讨厌 可是我其实只是想到说 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低潮 在过了那个痛的时候 他会选择表面的 他不想要去开启或接受 这一个时期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这份《协讯集》不只是记录 人生好跟不好的话 我觉得要拥抱过去 我觉得拥抱过去是很重要 对 所以我这本书就是到最后 是回到自己的艺店员 就是变成最好的自己 寻找到最原始的自己 好 那这么有故事的写真集 什么时候上市 在哪里买呢 就是8月27号有首购 然后9月3号正式在各大通路 都可以买得到 就是网路博客来 或者是实体的书店啊 都可以买 对 我们会再把连结放在下面 对 感激 有兴趣的记者复判 这本《协讯集》 比起就是 你知道很好看的外边 很好看是哪 对 还有重点是还有故事性 可是他聊完之后 我会想要就是去感受 因为就是发现 太touch那个心灵 对啊 我觉得那本书可以细细的品味 对啊 我们很多马来西亚的粉丝们 不要忘记 对啊 我们真的很多马下 对 对 支持起来 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生产者的部分 其实我们俩很容易受到生产者疑 对啊 或者是说我们的想法通常不会被踩到 就是他 他不是为了要听你的建议 他是要确保你跟他是 是 就是你是认同他的 对 让他有信心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或走自己的路 可是我啊 真的很深入啊 很平衡是这件事情 对啊 你看身边的生产者 他从早嗨到晚 然后隔天再起来继续嗨 对啊 他们只要睡了一觉 就 就是全新的一个人 我们 我们 解释者跟 投射者都是没有见过 你知道那个能量在这里吗 对 这个就是电池啊 这个就是电池啊 我们都没有 我有连到我的喉咙 所以我是显示者 因为你的能量中心没有连到喉咙 所以你们都是投射者 所以我们的那个所有的电 我记得电量区域好像有 电量区域是这里完全没有啊 我们一个都没有 因为你是没有全微的一个投射者 对 而且他还有一个是 他是直觉性的 直觉性的全微的投射者 但你们都没有能量中心 很正常 所以你们会不会同意为 正常的 你知道有一次我要跟你分享 就是真的太有趣了 就是我们身边一群的朋友 大家都是投射者 然后呢 我们想说我们要去游乐园玩 然后呢 里面整个里面整团里面 只有一个生产者 其他大概五六个都是投射者 然后我们大概从 早上十点才进去 进去圆区里面玩哦 我们一点就离开 而且是我们全部也一致同意说 那觉得累了 我们会犯店回血 真的假的 他被你们吸引干 对 所以我们真的会这样 只要他在我旁边 我觉得喜好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有能力 很有能量 难怪他会也 其实他那时候也说 欸我就觉得累 有点累 所以他要分给那么多人 我想说 是因为他分给那么多人哦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欸 重点是我们很没用 谢人家能量很没能量 因为他一个人要分五个 他整个鸡干的 很扯逼好不好 真的很扯 那真的是最扯的一次游乐园 你有遇过反应者吗 没有 但是我们班上有 因为我们有上课 我们班上我有遇过一个 反应者都比较 没有太想要掌性自己 他们都会多 就是都在边边角角 然后都不讲了这样 像个不存在的人一样 可是我看书上 他说就是他其实是一面景色 就是他跟什么样的人 在一起 他会变得比较像 他们其实就跟月亮走啊 我们是太阳型的人 他们是月亮型的人 对 28天周期这样 每天都不一样 每天的感受都不一样 其实他们自己也很累 但是如果他们接受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 他们其实可以 活得非常精彩 很精彩 因为他有28种 他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借镜 对 然后也会帮我们维持这个平衡 他们只有1% 就是事实上 一直以来说只有1% 就是比投射者 都还要再更少的人 所以说真的很难遇到 我们两个也目前没有遇到任何一个 大家有没有想到对哪一种类型的人 加一些注解 对啊 欢迎在下面留言 然后不要忘记哦 下间的写真集于8月27号 就开始有预购 重播的预购 然后在9月3号 正式在各大同路网络时期店面都有 都有开始贩售了 那就是这本有故事性的写真集 临界之地 对 算一下可以去购买 没错 我们在这边也会抽出一个幸运儿 可以有 就让我们的男生现在在这边回出了 好啦 记得在下面留言咯 好咯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结束啦 拍下没有是不是 你们累了是不是 好我知道 好 也是 谢谢 谢谢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拜拜 拜拜 其实人类都会看到你的身材是被动性还是主动性 嗯 就比如说被动性的身材 就是怎么练也有练不出脊柔 你是 你是不适合去那个重训的 欸这个很重要欸 现在今天身材是主动还是被动 我是被动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是 嗯 嗯 你们是主动性 蛤 是啊 那这一句是你 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